美國思想領袖頻道 日前採訪了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林衛 林衛在講到中國目前的時局時說 我認為中國正在進入一個與當年蘇聯解體類似的時期 並不是說中共政權一旦跨台整個中國就崩潰 中共跨台時國家還會在 房屋還會在 只是正體發生了變化 林衛認為現時的中共政府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政府根本不知道民間的實際情況 對於中共高層的內部情況 林衛指出中共政府非常清楚他在國內已經死到臨頭 他舉例說一個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中共高層幕僚 曾經坦率對他說 林衛我們已經走投無路 每個人都清楚這個體制已經玩完了 我們入了死胡同 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因為這裡處處都是地雷 踩錯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 林衛認為真正搞盡腦汁的問題是怎麼走出共產主義這個怪圈 林衛建議蓬佩奧和他的團隊應該考慮準備怎麼應對中共跨台 中共內部多方勢力的投誠和政治體制轉型的問題 針對中共跨台和投誠的話題有網友跟貼說 投也好 變也好 秘訣是要搶先 也有些說 早一步命誰清史 次一步遺臭萬年 《華盛頓郵報》11月29日發表社論 分析四年一次香港區議會選舉中 親共陣營建制派慘敗和泛民主派陣營大勝所代表的意義 文章說 北京高層和林鄭月娥等人的思想封閉 兼且合板 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和地位 將一群已經不能再容忍政府的香港市民 形容為暴徒、罪犯、恐怖分子 更拒絕聆聽他們的聲音 當香港區議會選舉即將舉行之際 北京當局依然充滿自信 堅信沉默的大多數市民 將會展現他們對政府的支持 不過最終的結果是 民主派一舉取得389個席位佔86% 而且掌控了18個區議會中的17個 打破了超過20年區議會郵建制派把持的情況 最重要的是今次選舉有高達294萬港人投票 打破了歷屆香港投票的記錄 展現了市民對抗爭者和民主的廣泛支持 《華盛頓郵報》社論說 香港區選結果 突顯出習近平和中共這個獨裁黨國 既不能接受民主 也不了解民主 不過香港人在區議會選舉中 發出了堅定而且清晰的聲音 他們珍惜自由、法治和選舉的正當性 社論結尾向習近平政權喊話 Hello北京 這裡是來自香港的聲音 你們現在能聽到嗎? 《華盛頓郵報》11月26日報導 習近平這個星期開始 就被壞消息三面夾攻 包括黃立強宣稱 曾參與與操縱台灣與香港選舉 綁架異見人士 新一批外流文件落中共的臉 聲稱新疆再教育營 是穆斯林職業訓練中心 而不是集中營的說法 香港化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 重挫建制派勢力 連續的三場打擊 令外界猜測 北京領導班子正承受內部壓力 尤其這一刻美中貿易戰 似乎沒有立即解決的可能 報導認為 目前還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 無法掌控全局 報導指出 中共新疆行動文件 先後外洩給《紐約時報》 和《國際調查記者聯盟》 顯示至少有一名中共高官 不滿到願意冒極大風險 將文件交給外國記者 洩露的文件證實 中共正在對維吾爾族穆斯林 和其他少數群體進行大規模拘留 2017年 新疆有超過1萬2千名黨員 因為沒有抵制反對分裂主義的名義 接受調查 報導還看到 自稱間諜的黃立強叛徒 也暗示中共體系內存在分歧 據黃立強向澳洲當局表示 他在香港幫中共軍情單位做間諜 還被指派干預台灣明年的大選 試圖推翻蔡英文總統 澳洲最高情報單位已經表態 會認真看待他的說法 最震驚中共高層的新聞是 香港區議會選舉在24日舉行 扮民主派獲得壓倒性勝利 而北京支持的建制派就慘敗 打破了超過20年 區議會由建制派把持的情況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資深編輯 記者柏爾默11月25日撰寫文章說 選舉結果 令北京的新聞編輯部陷入驚慌失措的一場混亂之中 因為中南海的情報持續編輯 都是領導想要聽的內容 而任何負面消息都可能被認定為不忠誠 中共媒體對香港選舉是選擇性責體禁性